委内瑞拉上个月发生大规模断水停电 虽然各地陆续恢复电力 不过电工依旧不稳 明远四起 总统马杜罗星期天突然宣布 落实电工配给制度 缩短工作时长 同时学校也得停课 有效期长达30天 马杜罗通过电视媒体宣布 这项计划能够有效改善电力和水工中断的问题 他也严厉警告百姓 不要为了电工不稳而发动骚乱 与此同时 委内瑞拉政府也宣布 暂停一切学校活动 公立和私营机构的工作时间 也只能到下午两点 尽管如此 当地机电工程协会认为 断电情况将持续恶化 人民依旧会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